What's up guys Welcome to Magpie 今天忽然一直到个点 我们拍了那么多视频了 还没有聊到 同时平平无奇但无敌伟大的洋葱 全球各国各地都会用的食材 洋葱 它可以是调味料 它可以是用来掉鲜的 它也可以是一个菜的其中一个植物 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好 还是花点时间去把它放在主席位 聊一些以洋葱为核心的一些经典菜式 最经典的法式洋葱汤 在这个话题之下 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如何去准确的焦化洋葱 怎么去减少焦化洋葱的这个时长 同时也在给你们做几个 我比较喜欢的 以洋葱为主题的一些零食 还可以教你们一个 我在自己厨房里面的 电厨房里面也常会出现的一个配料 长得像个奶油 也可以当奶油来用 但是是一个洋葱糕 Anyways 不多废话我们先开始 第一个 先把最漫长的最简单的讲清楚 焦化洋葱 我说到焦化洋葱 很多人会想到一个很漫长两至三个小时的过程 and you'd be right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少很少会为了一道菜去焦化一点点洋葱 今天要做这个配料的话 我建议你一次性多配一个十几二十斤生洋葱的焦化洋葱 因为你焦化完了之后也就变成一个一两公斤了嘛 你还可以用一个一年半窄的就不用再备了嘛 焦化洋葱先得从切洋葱开始 焦化洋葱千万千万不要切得太细 细的话很容易糊底变得焦就变得脆 而不是那种我们喜欢的软糯的口感 你看这是一 二你有个选择 你要腻的纹切还是竖的纹切 顺着纹切的话 你这个洋葱就能保持一点它自己的口感和质地 你要一个洋葱泥巴的话 那你就腻的纤维切 说到切洋葱很多人怕哭 Honestly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at is don't be a bitch 其次就是刀块刀工好 要是你刀也不快刀工也不好 而且你人也不耐造的话 那你可以在切好的洋葱上面蒙一个布 或者是刀上面喷点水 放点油 总而言之你就是尽可能去盖掉那些被破坏的洋葱细胞壁 你也可以在一个明火炉旁边 或者是抽烟罩底下去切洋葱 这会大大减少洋葱的杀伤力 洋葱对你的杀伤力 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刀块刀工好速度 在焦化洋葱如何加快的这个话题之上 我只能给你我的流程供你参考 因为讲真风味是一个需要耐心的东西 你只能部分用科学和化学和物理去替代你的耐心 但是最终还是需要点耐心的 本来这是个两个小时的过程 我只不过是剪到了45分钟而已 要是你想快过45分钟的话 你会失去的就是风味了 在滚烫滚烫的锅里边先放少量的油 可以是动物脂肪 可以是黄油 可以是植物脂肪 毕竟我今天都是传统法式洋葱汤嘛 所以我们就会放黄油 让它有一点点时间去浇化 直接把大量大量大量的洋葱往锅里面扔 扔完了之后呢 放一点点苏打粉 再放一点清水 直接盖上压井楼 让洋葱里边的水分变成蒸汽 以及让你家的水分也变成蒸汽 第一步先把洋葱给蒸塌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放苏打粉 我们以往好几次已经聊过了 你调整食材的酸碱度 会大大影响到上色的温度 碱性越高 上色的温度越来越低 同时碱性也会使 植物里面的细胞壁破坏得越来越快 使里面的菊粉 Inulin变成我们喜欢吃的糖分 复杂糖分 也就是焦化的糖分 你能看到下了苏打粉之后 光蒸的温度已经形成了微焦化的效果 你会发现你给了苏打粉的地方 洋葱已经黄了 这就是我说的嘛 降低上色温度的效果 同时你也会发现 有了苏打粉之后 这个洋葱的细胞壁破坏得非常快 瞬间就变成一个软塌塌很糯的口感了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口感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放苏打粉 但你焦化的时长会漫长一些 剩下的步骤还是一模一样 洋葱蒸塌了之后 直接轴盖慢慢翻炒 翻炒翻炒 边翻炒边刮锅底 直到你达到你喜欢的颜色为止 45分钟之后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生抽兑水颜色了 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给它做一个经典的法式洋葱调味了 百里香 至死亮的黑胡椒 还有就是高汤 你喜欢的高汤 这个是我们餐厅里面常备的一个牛舌高汤 其实就是用来煮牛舌的水了 里面有盐有牛 有胶原蛋白 为什么不放呢 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你前面花的时间 后面可以剪回来 怎么去理解呢 很多传统不带苏打粉焦化的洋葱 在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口感的 但是普遍来讲法式洋葱汤 是需要把洋葱炖的非常非常烂 那即使你前面放了苏打粉 把这个洋葱打成泥了 你后面就不用放那么多牛高汤 然后呢去平衡收多少收多久 怎么得收软 然后再顶水煮吧 直接给你喜欢的牛高汤 给你喜欢的调味度 煮热了就可以出了这汤 通常我要是被焦化洋葱的话 我也会同时被白洋葱泥 原因是因为 我烤的时候肯定会有焦化过头的这些洋葱瓣嘛 不用浪费可以直接扔到我的洋葱汤里边 白洋葱包锡纸 200度烤一个小时至两个小时 烤到它完全软淡它为止 为了减少这个焦化的洋葱皮啊 我建议你用带纸的洋葱 而不是直接帮你剥好皮的洋葱 你带纸的话 你就可以认为只会有纸那一层糊 它会讨好保护到你的洋葱肉 出量就会高一些 这个是在餐厅里面和我家里面常会出现的备料 你可以用它呢去帮衬你的减肥计划 你也可以用它做一个简单调味 假设你需要一些甜 你需要一些质地 但是你不想往一个高汤或酱汁里面放奶油的话 你就可以常年准备一些烤白洋葱泥 这样子出菜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随时在个挤浆品里面准备好一些 然后挤进去做一个简单的质地和风味调味 然后给一个比较重的调味 然后给一点你喜欢的脂肪 我就给点菜籽油 拿个手持搅拌机薅一下 然后为了调整质地 你可以放小量小量的黄原椒 跟你们讲一讲 为什么我的厨房里面会出现这种备料 绝大部分传统一点的西餐 都会有一个在橄榄油或菜油里面 慢慢软化洋葱的步骤 炒甜 炒软 炒透明 但是不要让它上色 为了排除掉洋葱里面的水分 排除到里面的硫磺 提高它的鲜度和甜度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步骤是不是很麻烦 然后次次还得弄 然后次次还得切 那假设我有一个已经软化过的洋葱 里面只不过是洋葱的糖和一些盐的调味 加上一点点微量的脂肪 我是不是一 减少了翻炒洋葱的步骤 二 我已经有个非常丝滑 不用切的洋葱泥了 三 我没有失去任何风味 然后四 我还减少了时间 再加上假设我们有个汤 南瓜汤 蘑菇汤 任何菜汁汤上面需要淋一点淡奶油的 我是不是可以用洋葱泥来代替 假设我不想要乳脂肪和乳糖和乳蛋白 去掩盖掉我这个汤里面比较细微的一些风味细节 那我可以用这个脂肪含量低的 但是同时有甜度和香气的一个泥去代替淡奶油 你看 同时它热量也低 所以你这么去想吧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resorto 一个意识的烩饭 对不对 烩饭第一步骤 你都应该备下来了吧 锅里面先放橄榄油 然后橄榄油里面放什么 放米 然后不是 先放洋葱 对不对 然后炒软了之后再放洋葱 再放米 米还要炒香是不是 再给汤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先把饭给炒香了 放几勺泥吧 然后给直接灌汤了 减少了个十几二十分钟了 对啊 一样的概念 是啊 它就是很甜的洋葱味是这样子的 你要的效果不是洋葱 你要的效果是甜香 甜ish 就是个调味料 就是打成这个程度之后你也可以直接叫它在盘子上面摆盘 可以理解为是它是一个没有脂肪的subis 但它其实就是那么两个食材 洋葱和时间 剩下的都是可选项 下一个我们开始说零食了吧 炸食了吧 不是人人都喜欢 但是喜欢的人非常喜欢的东西 炸洋葱圈 我觉得薯条吃多了会有点无聊 所以我通常有选择的话 我就会选择点炸洋葱圈 切的时候记得逆着纹路 对半切 围着腰切 在最胖的地方先给第一刀 原因是因为 你要是先从一头切的话 你有可能中间那一截 因为它是个两个弧形嘛 洋葱圈都推不出来了 切一个大概1.5至2公分厚的囤子 然后把它一圈一圈给跳出来 你要的最终就是这个效果 第一时间先准备好你的账户 这是我们喜鹊派餐厅里面用的配方 里面是等量面粉 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 加上肿量粉同量的福特加 就假设我用了100克土豆淀粉 100克玉米粉和100克面粉的话 我就往里面给300克的福特加 福特加的原因是因为纯绒蛋白和骨蛋白 在水的环境之下会产生面筋 但是酒精是生产不了面筋的 所以我要的是酥脆 一 就用福特加 二 因为酒精汇发的比水暴力很多 温度也低很多 我要的那个非常夸张酥脆 的那个表边的那个糊的效果 就会更简单在更低的温度更快的形成 你看 先拿我的洋葱圈 在上面给点玉米淀粉一点点就够 抖一抖 还有个省糊的方式 就是直接从碗里面把它捞出来 一层就够 把糊挤上去 而不是在个碗里面占 这样就不用调那么多 就是因为这个糊的成本比较高 因为用的是酒不是水 所以我就建议你精准一点 但是要是你是大家糊的话 那你爱干嘛干嘛 调个高温油炉 直接 这个糊和我们那一期忙了半天 其实还是都差于暑假的那一期 就是气瓶那一期一模一样的概念 就是你花一点时间去考虑一下 你已经懂的东西 到底在你日常做的东西里面 能采出什么作用的话 你很快就会品到 酒精在糊里面是最聪明的一个选择 你放水的话呀 只会导致你和了一个面团 你用酒精的话它才是个糊 你看多脆 是不是很夸张 来 马总洋葱圈 这个其实是我最喜欢的炸洋葱形式 不是因为它更好吃 纯粹就是因为它长得很灯 而且它更容易分享 它炸完了之后就会张开 张开了之后你就可以一片一片 像花朵一样揪下来吃 直接屁股朝天 然后围着屁股 空出来大概一公分的一圈 拿刀直接刀接从上往下顺一刀 间隔每两公分给一刀给一刀 倒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有个莲花形状 你看千万千万不要切得太靠近根 要不然就会不成形 会散架 你看 给粉了之后呢 再往上面烧糊 这样像国宴美食啊 你能想象吗 我们的国宴上面 出一个blooming onions 这样看的 白菜那么像 对 这就很奇怪 又属于是那种 就是美国人胡编乱造的美食 因为美国很奇怪啊 他们有很多东西 是他们觉得 别处人会吃 然后编出来的这个故事 就是他们有一个连锁 号称为是澳洲这个连锁 叫 Outback Steakhouse 其实和澳洲半毛关系都没有 然后呢以往就九十年代啊 是一个很时髦的一个连锁 就是家庭妇女啊 特别中产阶级家庭啊 就会周末 把孩子啊什么都带过去 边娱乐边吃饭嘛 然后里面有的菜 叫 Blooming Onions 对不对 然后不知不觉为什么 他们就很强的 这是个欧洲的澳洲的美食 但是没有一个澳洲人听说过 你味道是编出来的 对啊 就像好比于我们去 就是以往你在美国的话 别人听说你是中国人 第一时间说 Oh really I love Kung Pao Chicken 他们有很多很多文 莫名其妙文化上的误会 它要朝下炸的话 朝下炸的话呀 它就不会张得那么远 你这么炒坏之后 它有可能一躺开 就散了 人都知道 在180度左右的油温里边 表面上色了 里边也就软了 就可以出锅了 你看 露个油 这顿是美国人的绝活啊 如何把任意一个东西 变成不健康的零食 趁它热的时候 给点盐 来 要酥就酥到底 是不是很传统 你知道 然后传统就是 拿个莲花叶子 这样子 要揪一下 烫死了 来 还烫吧 还行 怎么烫的话 你就一直让我拿着是吧 来 我来 来 来块洋葱 就是 是洋葱的味道 点 除了一个口感就是一些洋葱 好玩了 没有叫它好吃不好吃 OK 最后一道菜了 摆个盘子就可以走人了 太好了 你看 你看 这就是我喜欢的比例 几乎全部都是洋葱 当然你喜欢水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水一点 但这是我喜欢的比例 你看 然后这个里面还可以再补充一下洋葱 洋葱开会 弹幕里面肯定会有人飞 好嘞 然后在上面给奶酪 传统的话 应该是放是瑞士奶酪 Griere等等等等 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那个奶酪的味道 所以我还是选择给我放泡马桑 最传统的这个洋葱汤啊 就是汤上面盖两块面包 面包上面盖芝士 然后一起烤 懂了吧 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口感 我喜欢面包是面包 汤是汤 所以我会选择直接把芝士刮在汤上 拿火腔喷一喷 因为说白了我们要把这个奶酪烤成这样的话 用我们的烤箱的话整个碗都糊了个屁的 来 小心点啊 很多时候传统东西还是挺好吃的是吧 那种洋葱砂糖 完全没有 这下都是甜香很温柔 对虽然你能吃的时候 他除了洋葱以外 几乎什么都没有放 对不对 但他还是洋葱放在主席位嘛 对不对 就单单一个食材 花点耐心和时间 一点点化学和物理的一些原理 你就可以做出来一个很 莫名其妙好吃 莫名其妙浓郁的一个 一个很谦虚 平平无奇的食材 就只需要一点点的耐心去调整 Anyways 我的员工餐也做完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吧 平平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guys take care I'll see you soon